而在今天一大早又有好消息传出了 是疫苗又会到货了 行政院苏贞昌在脸书宣布 政府采购的10万剂莫德纳疫苗 今天凌晨从卢森堡起飞 预计在下午3点多会抵达桃源机场 可以稍稍缓解一下国内的疫苗荒 因为以目前国内莫德纳疫苗的库存 只剩下56万剂 如果扣掉提供给第五轮施打的 52万剂的剂量 以及开放给医护人员第二剂混打的数量扣下来 只剩下0.7万剂了 但以目前接种意愿登记方面来说的话 还有390万人独中莫德纳 有医师建议这些民众是不是应该要改变心意 有什么疫苗就先打 毕竟台湾逐步解封 接下来如果又爆发了本土疫情 那么没打过疫苗的民众就会缺乏基本保护力 父亲姐一早就传出好消息 行政院长苏贞昌在脸书po文申布 又有疫苗要来了 台湾自购的10万剂莫德纳疫苗 在8号下午3点多就会运抵桃源机场 而国内疫苗含概率已经达到36.88% 会持续努力加速疫苗出货的进度 让国内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台湾的疫苗覆盖的速度 现在已经达到跟日韩差不多的四成左右的一个级别 接种速度台湾一定会慢下来 除非疫苗能够好好的到位 就算全台矛起来打疫苗 但疫苗没到货 含概率也无法再冲高 谈点国内莫德纳疫苗 库存还剩56万剂 但8月11号起 要让第五轮对象像是打第二剂的孕妇 还有再开放65岁以上长辈打第一剂等等 需配发52万剂 同时还开放一线医护第二剂混打 共有3.3万人 扣下来库存就剩0.7万剂 就算加上新到货的10万剂 莫德纳数量也只剩10.7万剂 但国内还有高达390万民众 接种医院登记直选莫德纳 因此有专家建议 这些族群改变意愿 有什么疫苗就先打 这个的风险就是在 如果你挺愿很快就要解封 如果之后有疫情的话 对于没有施打到任何一剂疫苗的话 它的保护力连基本的保护力可能都没有 毕竟Delta变异株已经在全球肆虐 只能加快接种速度 台湾可没有放松本钱 记者继续报道